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直播时间,我是节目主持叶不乐 这一节我们会看看港股方面有什么投资焦点值得大家注意 马上跟要财政协研究报告分析员王伟豪Rafi聊聊天 Rafi早晨 今天股市焦点离不开汇控,恒指服务公司在上星期不收市后公布了新建议 就是将汇控超过10%的权重股股份逐步下调至最多10% 看回汇控首当其冲,虽然不是一刀切切下去就立即减 但如果这样的话,分析都认为会令到指数基金逐步沽出汇控 未来汇控的情况,你怎样看呢? 如果说上星期五,恒指公司就收市后出了轨检 本身成份股的一些,无论公司或信务就不变 但唯一变就是权重 而比较特别的地方,今次将一个达到1.5%的权重股 慢慢逐步下降到1% 以整个成份股观看,唯一差不多是1.5%的权重 只有汇控,好像14.9%左右 大家预算是以它最有个仇女的地方 逐步逐步权重下降到1% 自然这样跌下去,某些指数基金或珠浪沽盘都需要它做一做 而令汇控的确和它的沽滑出现 但是另一边说,你说这样的情况来看 汇控的股价可能会是短期受了受虑 因为如果参考过往来说 其实过往也曾经试过 譬如将可能上限好像06年6月那次 将上限三成落到1.5% 逐步逐步也是这样下去 而这些因素之下,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影响汇控 因为汇控一向都是成份股内占最多比重的一只 当时也是这样 而仍到当时情况之下 汇控也是在股价之后是叫跌多升少 以这个情况来看,今次有机会参与其次情况 但是另一边说,大家可能就问到跌就是跌 跌多少呢?或者会对港股构成很大的股价呢? 看很多市场消息去看 其实暂时看法就不算太忧虑 那没错,对汇控看法会受虑的了 但是为什么未知太忧虑呢? 因为这一刻你说在很多市面上的基金来说 有没有哪些是很追踪整个港股或者恒指的呢? 其实反而不是特别多 那可能占数不是太多 那变上你这样的下调比重 可能只是令到那些基金要沽一沽货 而令到沽压可能涉及几十亿度 反而他们有很多基金都说到 他们本身追踪可能MFCI的指数更加之多 所以这一刻来计算 我觉得对汇控影响会有 但是震浪性来看 我觉得似乎就未必太过急 可能跌完这一两天之后 其实不排除慢慢站稳一点 看到今天汇控的股价暂时跌了超过1% 在做82.8这个位置 看到其实消息面上影响就大 但成交暂时就未见有很多 如果没有课过投资者 是不是应该这个时间正如你所说 趁低骂一骂 如果这样说 的确你刚才提到影响性 我相信对汇控未必太过深远 可能是轻轻摘一阵 但是你说是否叫这么急 这些位置去上车 当然我都可以先提一提 因为始终这一刻 都知刚刚公布完回来的头半个钟 那你说真的 是不是这么快消化了 或者是否这么快叫沽了 沽了 我觉得很难这样说 我觉得起码看完这几天 特别可能这个礼拜尾 你说看一看就是汇控的股价 究竟能不能够存定 而特别你说的支持位置 来计算 我觉得看一看就大概 廿天线松小楼下 82元边附近左右 因为就是这一刻的平投位 看看大概82元左右 究竟能不能够站得住 如果这一阵可以叫82元站得住的时候 我觉得才考虑去到 上不上车的未迟 反而这一刻来计算 暂时就建议顾问住先 好看完汇控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焦点板块 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很多航运股 升得很急 我们来看看他们最新的表现 看到中海发展升1% 做5.68元 中国远洋暂时升2仙 做3.59元 中海乘运就升1仙 太平洋航运都是升1仙 东方海外就升了超过1% 见到好像这个航运股 某些都叫升得很急 今早一度升过超过2% 某部分航运股 见到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为波罗的海干山货指数 急升8% 而其中他们的成分 就是海峡型指数 更加急升超过2成 见到海峡型指数 其实主要是运8吨以上的干山货 例如煤、铁、铁 急升2成的运费 很夸张 来到航运股 甚至这些相关的资源股 是否代表着随着经济复苏 运费率先走一走呢 当然了 如果以这件事来计 自然你说BDI也好 或者海峡型指数也好 单日里面升大概8% 或者2成至上 自然对航运股 今天回来 有个很大的刺激 但其实除了这个 单日升幅更明显之外 其实在今个月8月份回来开始计算 其实见到这个指数的升势 都非常显著 因为大家如果有记得 其实头半年 BDI不是特别差 其实对比去年同期 头半年是更加之好 因为上半年的平均数 BDI方面 大概是1,179点 其实去年同期都只是842点 但去到7月份开始 就叫低迷回来 因为很多的运价跌了下去 比较低迷 令到BDI方面7月份打后 跌至新低 即今年里面的新低 723点 但去到今个月8月7日开始 就慢慢回升 由当时也只是700多点 上到刚才FILL所说 可能是1,000点流上的水位 其实这大概7天里面 都升了差不多 即是2、3、8点上来 升幅是挺显著 而刚才提到的 海洋营指数都一样 由1,150点上到2,161点 升幅更加之1,000点夸张 而刚才FILL都说 这些海洋营指数的指标 就意味着很多的船 或一些煤 或者比较中型的干散货为主 这样的回暖 自然对相关的航运股 或者很多经济周期敏感股来算 都有一个即时带动 而很多分析也认为 这个指数的上升 有机会延续到9月份 甚至9月份有机会创新高 自然我相信 以市场这样的看法来说 的确对各别的航运股 我相信带动性会有 甚至乎这样计算 就算撇除这些指数 怎样看也好 只是以大致上来说 其实整个航运板 很多时候都说是比较敏感的股份 变相大线不是太差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不会较到去哪 再加上这一刻 有些相关航运的指数 是表现得比较好的时候 自然对整个航运板 在8月中下段开始 或9月初来说 其实都有机会 是继续延续一个不错的升浪 好像看到中外运航运 Planel 368 暂时升幅 升幅有接近4% 去到2.49% 而这个中海乘运266 升幅都有接近3% 这两间公司都要做 主要做这些干散货为主 这个时间再追日本会太迟了 波罗的海就升8% 现在升4% 这样按照算是否重有得升 如果以这样计算 我觉得看了小时 就觉得还有得升 但如果以刚才问的两只 例如368和266来计算 我觉得哪一只 还有得撐 或者是否能复得过 如果比我现在选 我觉得就是266 似乎直播性就高一点 因为368一来升太多 二来业绩也算出了 所以我觉得未必有太多 的炒作性在它里面 反而266就慢慢慢慢 自己一层一层上 虽然也升了不少 但升小 特别在短期里面不算太急 即便升得比较健康之下 我觉得还有机会继续向上试一试 但当然以价格来说 我觉得可以抠一抠 看看有没有机会慢慢整固 例如2.25这边左右 我觉得有机会去这些位置附近 其实考虑去到上一上车 到时以刚才说到9月中来说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试到大概两个六楼上的水平 做一个比较中短线的目标价 而下面我相信只要五十天线 两个一左右 短期都仍能够站得住的时候 问题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一层上来 其实沿着五十天线都没有塞过 我觉得可以看看两个一 做这一层的指示位 这一节和Rofi聊到这里 刚才提过的相关股份 Rofi你有没有持有的? 都没有的 好 多谢大家收看 稍后会有一节新闻速递 之后会有问答还知 大家记得打来204-6566和我们聊聊 稍后再见